请修四念处,观身不信,观受是苦,观心无常,观法无我,能够帮助我们,破除种种妄想执着。 如果一个人不知道修持四念处观,就会远离成圣成贤的法门,与圣道渐行渐远。 相反的,能够修持四念处观,就能亲近成圣成贤的法门。 观心观法的这个掌修方法,当你都体验到,了解到这个无常,诸心无常的这个部分。 因为诸心无常,那最后得到是什么?得到的过保就是苦啊。 因为一直在变化,变化的话,因为一半人都会执着什么的事情,任何的人,但是他无法接受他的变化。 那变化不能接受的话呢,他会感觉到苦了。 那佛多想,因为诸心无常,所以诸心是苦啊。 那诸心苦的话呢,你要得到第三个智慧就是,一切都是苦的话,不是我的,不是我所有的。 因为他本身就是苦的,给我痛苦的感受。 那为什么我怕那个东西单身是我的,为什么怕这个东西单身是我? 所以这样的一个智慧的力气,这个是一个自己要体验到的一种智慧。 所以你了解诸心无常,诸心苦、诸法、无我的这个智慧的话呢,你对本来会变化的任何的事情,本来会变化的任何的人,对他不会有这种那么的执着性。 比较容易放得下,不执着,能够放得下的话呢,你生命当中体验到的自己拥有的很多烦恼,可以一个一个熄灭了。 所以为了达到这个目的,所以我们在开始修这个色念处的彰修方法。 国立的8月16日星期五开始,原始佛法三摩地学会将举办围棋三天的中原法会。 法会员满日,8月18日星期天,带领大众共生。 欢迎十方大德弹乐,统战法义。 十方新闻记者,来伊荣台北采访报道。